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控制系統有分OPEN DOOR CLOSED BOOTH 我們這邊舉兩個系統 來 這個什麼系統 什麼系統 有什麼物理系統有什麼樣子的轉移 拉達做什麼控制?轉速,輸入是什麼?電壓 這個呢?拉達做什麼控制?角度,所以輸入是電壓,輸出是角度 如果輸入是電流,會不會打成電流的輸出 換成電流,這個會不會要換?要齁,可以齁 所以,假設你這個呢?這個馬達已經做好了,拿去進行的時間是接到PowerSpy PowerSpy可以調它的這個電壓 可以調它的電壓 可以調電壓 可以調電壓,轉速會越快 可以嗎? 可以嗎? 你要是一個固定的電壓,這邊的轉速,就怎麼樣? 穩太的時候就固定 了解 這樣的控制叫做Open Loop Control 開圍路的控制 你這邊給它一個Step,這邊的Response是怎樣 這樣子 可以嗎? 你給它一個固定的電壓 然後這邊會有反應時階 反應時階 所以,如果你不太在意這個反應的快慢 只在意它最後達到了穩太的速度 那你可以儘管用這個電壓來調這個轉速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你們小時候在玩四驅車 要讓車子跑快一點 你就怎麼樣? 給它電壓要怎麼? 大一點 對不對? 好 好 那 所以 所以 如果你不care 反應的速度 或是說 不care 干擾 你四驅車 爬坡 或是上面給它放一個重物 讓它跑 這時候 同樣的電壓 會有不同的轉速的反應 不care 反正就差不多就好 這個Open Loop OK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個馬達 你買一個馬達 你 這個不care 不care 速度控制的精英度 而且也不care 它站在反應 你就不要點電壓 灌點它 就灌了 很好用 可以嗎? 好 那下面這個 這個東西 是什麼? 是 做 這邊是 它的角度 對不對? 那同樣的方式 我可以用Open Loop來做嗎? 比如說 你做好的馬達 現在變成老師說 我要你從 NNS0度 沒有通電的時候 我要讓你轉 讓馬達轉90度 然後電在那邊 那你可以把 這時候 你可以一樣 接到power supply 然後去調這個電壓 基本上還是可以 怎麼樣? 一剛開始固定電壓 所以 它就開始加速 對不對? 快到的時候 就趕快把電壓怎麼樣? 調小 我真的是 要是不小心超過的時候 就要讓電壓怎麼樣? 反向 是不是? 然後回來 是不是? 所以你這邊要 一剛開始 給它加速一下 等於你這邊在做速度的控制 藉由速度控制 來調整它的位置 開始加速 然後發現過頭了 趕快速度方向相反 這個 往後跑 之後 糟糕 又不夠了 然後再往前 所以你一直在那邊 微調 微調 而且 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這個過程嗎? 有沒有人沒有辦法想像的 這個 這個學工程的東西 要有些想像 有些想像 然後再去實作 有時候 你沒有辦法做那麼多實作 有時候就是要靠想像來 來填補實作的步驟 好 所以 這邊 你如果手去調 這個 Power Surprise 這個電壓的 輸出 你有機會 能夠做到 我講的 定於90度 所以到90度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那邊 微調 可以 在零附近微調 電壓是零附近微調 速度等於零附近微調 可以嗎? 可以嗎? 那為什麼要微調 因為這邊可能會有風吹草動 對不對 風吹草動 它就跑掉了 你不能把電壓變成零 電壓變成零 這邊就很容易受到干擾 對不對 風吹草動 不是說我一見 好 這個微調 要調得很快 對不對 要調得很快 一下子過頭 一下子就不夠 一下過頭就調得很快 也說這個速度 不是我們人可以控制 可以嗎? 可以嗎? 那 那為什麼會這麼難調 因為這個系統 open loop 從open loop 角度這個系統是什麼? 是穩定的嗎? 它有個極點在什麼? 圓點 對不對 它是零界穩定 所以你等下step的話 那會怎麼樣 那會發散掉 對不對 因為你等下step 你要做速度控制嘛 所以位置就發散了 瞭解 瞭解 好 所以 所以同樣的 open loop 馬達 你可以做轉速的控制 可是要做位置的控制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除非你有一個很快的手 然後很銳利的眼睛 你在跳 可以想像嗎? 永遠沒有辦法想像的 可以喔 好 所以 所以同在系統 我們如果換成 close loop 用閉回路的方式來做 by the way 來 我們就先把它畫出來 我們 上次有講到說 這個 system type 系統的形式 欸 這個是太極 這太極 這太極 沒有s在原點 對不對 這個呢 有一個s在原點 這太一 對不對 錯 為什麼 open loop 沒有所謂的system type OK system type 是要幹嘛 是要用在 你要從 當你要做close loop control的時候 做close loop control之後 你藉由 這個 forward path transfer function 還沒有 把它剪掉 還沒有做回奏之前 這個forward path 控制器加 受控場 整體的一個行為 去判斷說 它的誤差是怎麼樣 讓close loop起來 誤差是怎麼樣 什麼樣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所以 open loop 沒有所謂的 是system type 在close loop裡面 你從 要從forward path 全身的方式去判斷 這個系統 在混態的時候的誤差 是多少 我猜 才會 才會 這個 生態這個觀念 才可以用上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 像 這個原來的速度控制 如果我把它做回奏的話 我這邊 用一個gain 好了 用一個gain 所以這邊 這是我的 速錄的轉速 這邊是什麼 真實的轉速 那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你第二次實驗要做的 為什麼 第二次實驗就是要把這個oh 量出來變成電壓 對不對 變成電壓 所以把一個機械的量 變成 變成一個電的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傳感器 transducer 把機械的東西變成電壓 電壓我就很好處理了 箱下降減放大 濾波 高通低通 微韌機韌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這部分 應該畫一個方塊 這個 應該有一個方塊 因為你感測器會有動態 或是你的感測器會有動態 那我這邊簡化 我講這個 你這個感測器做得很好 會gain 一比一 對不對 然後呢 反應 反應了 這個幾乎沒有什麼動態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做一些簡化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假設 好 所以 這個系統 它的typ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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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邊只是 純粹的gain的話 控制系統是純粹的gain 代表是多少 代表 多少 0 對不對 0的話 它的kp position constant 就是什麼 把s 代表 這是k1 3k OK 解 解 小解 解 那 kb 等於多少 kb或是ka 等於多少 0 對 我去複習一下 所以 這個是type 0 在type0的系統 如果給它step response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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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St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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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會等於多少 1加kp分之1 對不對 或者等於1加上k1k分之1 所以這個誤差 當然你這個k1要適當地挑選 讓這個系統 幣為路是穩定的 幣為路怎麼樣穩定 把幣為路的轉移函數求出來 考試的第四行 幣為路的轉移函數求出來 然後看他的分母的部分 不然就避而入的特徵方程式的根 利用Ruth Criterion 去求這個 K1 讓這個根都在哪裡 怎麼辦裡面 可以嗎 好 在這簡意之下 K1已經挑好了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公式去看 你發現K1越大 它的誤差就越小 是不是 這Type 1 Type 0 那如果 給它RAM 或給它這個 Parabolic Input的話 誤差會怎麼樣 會發散掉 因為Kb 是0 所以0分之一是無限大 Ka 是0 所以0分之一也是無限大 好 那 那剛剛我說 用Open 所以 這一個原先OpenRoot就可以了 我再把它加上顆數 好像畫質的天竹 原先OpenRoot 我就可以做轉速控制了 我調電壓 這邊 還要做一個顆數 有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個 我輸入就變成轉速 對 你轉速要多少 我就達到多少 接下來就是一般 所有的 conflict system的所有的 基本的優點 就是什麼 可以改變穩定性 從不穩定的變成穩定 或是讓系統反應更快 還是什麼 如果外界有干擾 它能夠排除什麼 干擾對它的影響 對 你這個車子要上坡下坡 它可能 它的轉速上做為是一定 排除干擾 還有呢 環境的變化 對 這個 冬天做 夏天做 馬達發熱 馬達不發熱 做出來 反應都差不多 那邊可能就差很多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改變系統的反應時間 可以讓它反應速度變化 原先可能要 要0.1秒 經過close loop之後 可能變成0.1秒 可以時間增加10倍 了解 好 那剛剛的定位控制 open loop很明顯的不能做 對不對 那這時候 定位控制的話 就一定要用 close loop 所以我們 這邊 這邊要有一個 感測器 或傳感器 去量什麼 角度 然後角度 跟你設定的角度相減 得到誤差 我用誤差 來驅動這個馬達 所以這邊 這個控制器的角色 就像是你人 在調這個power supply的電壓 然後呢 這個控制器 就是你的腦 然後通過手 來調電壓 感測器就是什麼 你的眼睛 對不對 眼睛看那個角度 有沒有大 了解 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 幹嘛 把它用電池的方式 來取代你的眼睛 跟取代你的手 了解 我用感測器 來取代你的眼睛 然後呢 用控制器 來取代你的手 來調變這個電壓 因為它電子動 它反應速度可能很快 而且這個計算 都是有控制器來負責 不用用到你的大門 了解 了解 所以這控制器 基本上我們人就是一個控制器 我要接一個球 我們要球這樣過來 我要用眼睛看 眼睛就是感測器 要做回奏 對不對 然後我頭腦要決定說 手要怎麼放 對 這是我控制器 對 那我手就是我 自動器跟我收控材 了解 了解 那你要過一時候的話 眼睛閉起來 接球 就 這叫open loop 那什麼時候接得到球 你很確定 你還丟了球的方位速度 對不對 我手就放在那邊 就直接接就好了 只是什麼時候會接得到 對 這叫open loop 有沒有問題 當你把感測器這段線 減掉 沒有用感測器的資訊 來決定 來作為決策的參考 這就是open loop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如果 我也用一個比例的 這個叫比例控制器 直接把誤殺放大 這系統type type 有一個s在哪裡 這整個是所謂的g對不對 有一個s在原點 所以它是type 1 對不對 那kp等於多少 讓s等於0 kp等於無限大 那kp呢 等於多少 把s拿掉 對不對 然後再s等於0 就是k1乘以k 那kA呢 所以這系統如果是step input 如果要steady input 如果你這邊給一個位置的命令 用這個比例控制器 用在這個定位 的系統 steady stereo 是多少 1加kp分之1 對不對 那kp是無限大 所以 沒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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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是ramp呢 最終一個 等速飛行的飛機 對不對 你就需要 你的input就是ramp 這時候誤差是多少 k1加k分之1 我就不用切了 那如果這飛機是什麼 等價速度的話 哇 你追不到 誤差是無限大 好 可以 沒問題 所以 同樣的系統 你會發現 原先這個系統 open loop的不好控制 對不對 因為他 有一個機能在原理 可是你把他cross move起來 哇 太棒了 他居然steady input 沒有steady stereo 所以 有一些系統 open loop不好控制 可能cross move起來 當有很好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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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這個並不是 這個 所以不好控制的東西 cross move起來 它就會有很好的特性 看起來是這樣 沒錯 可是前提是什麼 我們有討論steady state 一定要這個系統是什麼 穩定 OK 所以 所以說這邊 一cross move起來 它steady stereo的特性會很好 可是你要小心 你要調這個k1 對不對 來讓你這cross move是怎麼樣 穩定 那這個系統 原來的受控場越不穩定 要去調這個k1 讓它變成穩定 你的難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的難度是在於 控制器的設計 一旦你設計出來 它就會好的特性 它會沒有steady stereo 你只要用簡單的 proportive control就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對於 system time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 我要讓這個系統 追蹤 這個等速飛行的飛機 沒有誤差的話 我要做什麼事情 一個s夠不夠 不夠 那我再加一個s 那s可以加在這裡嗎 你設計一個馬達 轉移還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難度很高 那加在哪裡最快 控制器 控制器 要嘛就是我的電路 對不對 電體控制 要嘛就是我的程式 我加在這邊最快 對不對 對 對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回到頭影片